串串是一斤的吗 还是东北的超大份烤肉 齐齐哈尔的大菜烤肉 把这炒面带一下肉串 看起来的力度是无解 阿罗伯们在前两天 不是刚吃完一个齐齐哈尔的烤串吗 真的 给我经验到了 这两天我又发现了一个 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宝藏小馆子 听说也是特别给力 也是那种大肉串 就那种大铁圈的牛肉 上次的那家就已经给我经验到了 今天这家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它在哪坐呀 哦 里边 哦 这是看在自己家里的 哇 摆个pose 你看人家这个货局有点意思 十串还是一斤对吗 对 五个厌尺 五个上脑 五个肉摆 五个供后 这老鞋肉 看好新鲜 哦 是肥瘦相间的这种 这看起来太棒了 哇 哇 这看起来老不错了 可奇迹哈尔这边是不是 不怎么吃那个羊肉串 不怎么摸摸啊 这是上脑 不够好玩 要回来这些烟尺 奇迹哈尔的大串口肉 给你们对比一下 这么一串老大了 来尝一口空货 特别像板筋 这东西是不是板筋啊 很有拙劲 哇 搭配上这么一份鱼香炒面 嗯 哦 汗水的力啊 肉类的满足 汗水加上这个肉类 五几 哦 这太得劲了 深夜在这来上那么一碗 然后 后来第二天 就说就挺好吃的 反正我一天上去 啊 然后 原来他那时候烤串亮了 但是炒面这么弄 他说把这炒面盖一下 肉串 最齐多长时间 就这种肉啊 可能是不是真不好吃 就是一定要加拿一点肥重 嘎嘎香 这个鱼香炒面真主要了 我跟你们说搭配这个 还要了一份凉凉菜 青椒 还有一个这种剁椒茄子 里面300个剁椒 看一下这个类伤啊 就全是这种皮 皮状的 筋比较多 皮炒得比较胶酥 这类伤真的 这一定是 这有那个比较质的 我觉得家属不好的人啊 就是不要心常吃 东北各式的烤餐有 你们敢不敢吃 我刚点了 然后上来之后我还是 有点犹豫 算了 我不吃了 你吃吧 这也是啊 说的东北应该是没怎么有的 吃饭 让我看 我们四个男的你知道吧 加那个 哦 滑嫩了 好滑嫩了 这个米的你咬 是不是倒 这真的太香了 一口肉汤 一口看谁 不是 我有两个 就是一个 这样子 大家带点地 咬 嗯 这小剁椒算墨钱不错 这齐齐哈尔的烤串啊 真的不错 但是这一家呢 就是特点 偏硬一些 真的 偏劲道一些 大龙天啊 在东北的市内 穿着这种短袖 撸个串 真的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这一串打包回去看 吃饭 那么咱们这些视频就到这 我下一期视频 拜拜